之後你們不怕的吧? 我叫做Ken 我信主的經過其實就是 從我以前在香港都是讀天主教學校 幼稚園,小學都是天主教學校 到中學也是基督教學校 其實都聽了很多關於耶穌和神的事情 但是都是沒有去認真去想這件事 是說這個世界是有神的 以前都是遇到一些 真是不知道怎麼辦 才會想你會不會有神可以幫我們 就是會互亂 一時相信一時不相信 總之是 但是有時就 我家人跟我說要移民過來 我又不是很願意 因為以前經常都覺得 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自己決定 為何要有神去安排 或者什麼 我們不可以自己決定 然後 我過來之後 阿Mo就帶我回來教會 然後 我在去年的Retreat裡 聽了雷牧師說的道話 有很多事情都改變不了 除非你真的要靠神去幫助 我自己覺得 在聽完去過道之後 會對家人要求很多事情 又覺得自己是 很多事情都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改變 那我就 好像我過不過來美國 我已經是改變不了 那我想是 真是神沒有放棄過我 才會將我來帶到美國 就是繼續讀書 因為以前真的 我在香港讀書很差 然後 如果我再在香港 就沒有什麼機會來 繼續讀書 那還有 就是 我相信了神 就覺得 不是很多事情必然 那 就是 為什麼會有 一個這麼好的家人 去 給你移民 但是 你會當是一種 就是 你還不去要 還要去說 是 人家的付出是必然 那就是 要再要求多一點 那 我想 我想 多來幾個人 就是這樣 那 帶我回來後 會想好 我想 神爺 神爺 你記得 V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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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 是一個 比較 真的人 就是 真的人 就是 他 他 又不會 壓你 是 是 是 那 CANFOO 也幫了很多 帶我回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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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謝謝 謝謝